第77集团军某合成旅装部三连是一支创建于1930年2月的红军连队 战争年代连队参加大小战役战斗数百次被授予战斗模范连荣誉称号 并铸就了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没有消灭不了的敌人、三个没有的金刚算精神 如今三连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在一次次极难显重任务中 以赶为人先、勇力朝头的姿态锻造新时代的尖斗利刃 这是第77集团军某旅前不久进行的一场高原士兵对抗演练 红三连官兵在战车火力掩护下向敌发起猛烈冲击 激烈交锋中 台长刘泽带头蹚入湍急的河流 其他党员紧随其后冲向地方阵地 当时心里也没想那么多 一心只想把任务完成好 想想连队以前的先列们 他们为了胜利连死都不怕 我们过一条冰冷的河流又算得了什么 共产党员跟我来 同样的口号在不同的年代诠释着相同的精神内涵 1946年8月在四线战斗中 红三连强攻敌顽强巨手的西关小瑶 连续两次进攻受挫 战斗紧摇关头 身负重伤的二排排长吴克斌 高喊共产党员跟我来 率领党员突击队突破火力封锁 占领小瑶全坚守敌 排长吴克斌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战斗结束后 九连二排被授予吴克斌英雄牌荣誉称号 也正是在这次战斗中 连队总结出了 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 没有消灭不了的敌人 这三个没有金刚断精神 从战火中走来 连队始终把三个没有精神 作为战胜一切困难的动力 钻研战法训法 走在转型发展最前沿 2017年 红三连由传统步兵连 转型为装甲步兵连 面临的不只是专业技能的改变 还有训练模式和作战理念的升级 红三连党支部主动立下军令状 担负先行试点任务 战斗力声称不能等 只有一王无前打头阵 才能勇力朝头当标杆 我们在班牌设立党员示范港 让党员干部自身过硬 带动连队集体过硬 注意 准备车 战车 黄室友是连队任职时间 最长的步兵班长 转型中他主动归零 承担起新装备 车载通信专业的公关任务 白天练操作 晚上学理论 不到半年就熟练掌握了专业技能 作为红队连队的一名老党人 老骨干 不懂不愧 不能成为我们偷懒的理由 在困难和挑战面前 我们党人如果都不好好训练 不冲锋在前 就愧对红队连队这个称号 在党员带领下 全联各个专业展开公关行动 连队所有骨干都达到 新装备性能一口轻 操作一摸准的要求 在年底集团军抽考中 所有课目都达到优秀 第一堂车 装猫的药 随着实战化训练日益深入 高海拔地区助训成为屡理常态 今年以外助训 连队又一次转战陌生地域 收集不同海拔 不同环境条件下 装备精度偏差 指挥解算速度 战斗转化时间等数据 摸索部队在高寒地区的战法训法 高原地区空气稀薄 气压电磁不稳定 是影响装备 发挥作战效能的最大拦路 党员公关小组 针对装备在高原训练中 出现的各类问题 反复探讨研究 很快解决了装备高寒条件下 发动机功率不足 温度过高等问题 我们通过改变发动机的进气方式 有效提高了发动机的进气温度 使柴油燃烧更加充分 改善了发动机中厚燃之路现象 如果按照平原的方法 和标准要求训练 肯定是不行的 进入高原就是进入战场 就要用战场思维 衡量战斗力的陈测